臺灣對永續發展的重視 首先我要感謝玉山金控 連續三年舉辦 ESG 永續倡議行動 很高興今天能夠再次來參與這項有意義的活動 我們看到今年參與的企業 比去年還增加了幾十家 達到 160 家 有更多的企業一起來響應 也代表臺灣對永續發展的重視 大家都知道 2050 淨零轉型已經是全球的共識 臺灣要達成這個目標 需要全國總動員一起來做 從 2016 年 我們就積極地推動能源轉型 發展再生能源 近年來更是努力因應淨零轉型的挑戰 像是近五年來 我們再生能源裝置的成長率高於全球的平均 去年再生能源全年度的發電量也首度超過核電 這些都是政府和企業通力合作的成果 另外 去年我們公布了淨零碳排路徑圖 以及 12 項關鍵戰略行動方案 來整合跨部會的資源 來整合跨部會的資源 在臺灣的能源 產業 生活等各面項 持續推動我們淨零轉型 就在上個月 臺灣的碳權交易所已經開幕 環境部也正式揭牌 對於各位企業朋友關心的碳背和碳盤查等議題 政府會盡速完成相關的立法工作 建立健全的機制 同時 我們也已經規劃 在 2030 年前投入 9 千億的預算 提供企業各項的輔導和補助資源 來協助我們產業的轉型 我們相信這樣的做法 能夠協助臺灣的產業有強大的競爭力 來面對全球永續發展的趨勢 以及綠色供應鏈的要求 未來 政府會跟企業界繼續加強合作 讓臺灣的產業邁向智慧化 低碳化 我也期盼在場的企業先進 能持續發揮影響力 從自家做起 帶動上下游減排的公落 跟政府一起來落實經營轉型的目標 在邁向經營轉型的路上 每一家企業都跨出一步 我們就離目標越近 我要再次的感謝雨傘金控 這些年來的努力 持續的號召企業落實 ESG 行動 今年也有許多海外的台商加入行列 我們一起努力 持續的整合各界的量能 讓臺灣朝向永續發展的目標 大步邁進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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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